太过分了吧 这群陆客到观光景点 不好好的看东风景 居然随意的践踏破坏 甚至更夸张的是 台湾的导游完全没有制止 还反向交通局的官员 红通通的人民币 非常神奇的往上飘 陆客觉得好有趣 拿起宝特瓶一丢 也往上飘走 最后连烟地也丢进去 这是台东知名景点 水往上流 几乎要变成了垃圾往上游 垃圾沿地等等的这样的问题 他示意的在违反了 这样的规划路径 或者任意的采集花木的话 我们会依照观光花展条例 相关规定来处罚 说要开阀 5号交通部官员 正好到台东景点水往上流 遇上了陆客团 直接看到陆客站上了边坡 践踏景点 导游不但不劝阻 还拿起相机帮忙拍照 官员上前阻止 但王姓导游气焰嚣张还回呛 官员了不起哦 一旁王姓导游也加入了战局狂呛 官员退到旁边想避免冲突 但是两位导游还是拼命的叫嚣 态度恶劣 规定游客 那我们导游会在这边去监督 客人在这边拍照的时候 是不是有去违法的行为 比如说乱丢烟地 或是花草送送去折道 或是过马路的危险性 我们都还是去监督它 连出观光局修改导游人员管理规则 以后游客破坏践踏自然景点 导游都要负责规券 如果导游不尽责任 将可处一万到五万罚金 王姓导游如果确认违法 将成为全台第一个被开罚的导游 中文新闻台东 徐玉璐 徐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